资深女星杨琼华在,花甲男孩转大人,终饰演四沈一角,精湛演技令人印象深刻,事实上她早在13岁时就出道,拍戏赚得辛苦钱都拿回家里,但妈妈豪赌成性,对她语曲语求,甚至还屡屡嫌弃,把她逼上绝路, 昨日她在节目上讲起自己坎坷绅士,甚至还透露有天意外发现爸爸不是亲生的。 杨琼华昨日上,新闻哇哇哇,说道,小时候的记忆,就是我跟我爸爸不亲,跟我妈妈不亲,对家里的记忆很磨骨, 然而有天在整理相簿时,翻到爸妈结婚照片,发现里面的女花童长得很像自己,但跑去问家人,却只得到不要问的回应,这也不禁让她对家里产生疑问。 杨琼华透露,到了高中,她开始住校,妈妈也带着弟弟妹妹搬离外公家,从那时候家里便开始有了变化, 我家里不再是三个人,一开门进去就好几桌,妈妈开始好赌,她毕了夜开始赚钱后,妈妈常常跟她要钱, 捷一次就是十几万,就连她男友也不放过,但她仍没有因此放弃家人。 杨琼华为了家人买房,没想到却反遭嫌弃,你赚那点钱,就买这样的房子,应该买个更好的吧, 让她再也承受不住内心的压抑,吞了三百多颗安眠药自杀。 不过巧合的是,在她亲生那晚,当时住在楼上的朋友梦见她要亲生,才索性捡回一命,让她直呼很玄。 然而也因为从小受到家人冷漠及不公平对待,让杨琼华经常怀疑自己是不是父母亲生, 她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发现自己身世,她透露当时有个无形声音告诉她, 你这爸爸不是你亲生的爸爸,后来也从妈妈那得知她的亲生爸爸住在高雄, 但她坦言不打算去认清,另外也终于得知了当年她看到的婚礼照片, 原来里面的花童就是她。 实习编辑斜线林宇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